那这两条线呢 我想要把它搭到这一侧 那有一条线我要加一颗铜珠 金色的铜珠 让它有一点点亮亮的感觉 这条我们加入一颗铜珠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中心点 我要绕这个铜珠一圈 然后这边来 那这样子 跟另外一条线做结合 就会两条线并在一起 那我们就稍微的给它拉一下幅度 就是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S型的效果 让它稍微的往内 然后再用这个手指的指腹 慢慢做一个支撑点 慢慢的做幅度 这样子 做幅度出来 那这里也可以绕一个小小的圆 在这个边边 跟另外那一侧对应 跟这个我要让它小一点点 做线条的变化 那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方线 方线的话就是 它可以稍微勾住那个线 它就不会跑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稍微剪断 让它勾住那个边框就好了 往内折 勾住那个线就可以 因为它是方线 方线才可以这样子做 圆线不可以 可能大概是不想像的 就像小的圆形 然后全部也有点 绕着 了解 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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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完成一個墜子 但是我會覺得說這個地方有一點點空 所以我會再想要給它補一個東西上去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加一顆磨根石做以裝飾 那取這個就是28巨線大概隨便剪一段大概8公分 然後我們把這個石頭加在這個正中間的地方 磨根石放在最中間的位置 然後我們要把這兩條線往後 往後面放 就是我們要找地方把這個線固定起來 那我們不希望它是在正面固定 因為在正面的話它線會看得非常的明顯 比較醜 所以我們就把它拉到後面去 拉到後面去的時候呢 然後我們這個線一樣要讓它是順著的 不要讓它就是跑掉了 我們還是要注意到那個方向的問題 左邊就在左邊 右邊就在右邊這樣子 不要讓它走邊跑到右邊去 這樣子的話 你的線就有交叉了 我們是讓它順著的 這樣子 然後稍微看一下位置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線 找一個支撐點 把它繞三圈 各繞三圈 各繞三圈 我會讓它們放置 一長時間 然後再大大的邊 再多做一次 我會讓它們很小心 我們可以把這個線固定 我們可以在那裡 放在哪裏 然後再幾度 到這次 那邊 在另一個面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随时调整 就是说如果觉得它的那个 这个线在这里非常的明显的话 我们就稍微就是找一个比较近的点 就这个位置 尽量让那个线不要在正面 看到 因为如果正面看到的话 你就会觉得它有一个瑕疵点的感觉 那我们就稍微的把它拉一下 就这样子绑就会有一个比较近的感觉 然后就这样子就会看到 就这样子就会看到 然后就这样子就会看 就这样子就会这样子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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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o会です 我們的墜紙 配戴的時候就把那個皮繩穿進來 這樣子就可以配戴了 皮繩這樣穿進來就配戴了 因為這個線的收尾的部分是隨自己喜好 還有就是說在編制的過程中的那個手感 因為你每次編一定都不一樣 因為剩下的線還有拉的那個角度啊 什麼的都有影響 那最主要就是說不要讓它就是一勾就起來 你就算有做了變化 你也一定要把它固定在這個底框上面 這是比較重要的 基本這就是用基本的那個做底板的方式 然後做一個把這個天然石沒有動的石頭 把它固定起來之後 我們再做一點點的線邊的變化 這樣子 這是我們今天介紹的一個清卵石的墜紙 我是菲麗老師 下回見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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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